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今天节目继续来看 在2010年联身法王 寻理台湾真佛宗道场内容 在西湖同修会 针对亲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的因缘果地 我们来听联身法王是怎么说的 南无东方药师琉璃观光国 南无西方阿弥陀佛 南无南方宝生佛 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 南无中央必如尊阿佛 然后我们都在念的 但是每一次出口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 跟众生的缘分也很重 那观世音菩萨他度众生 度很多 度很多的众生 他认为 当初观世音菩萨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 以后呢 他有一天他再来数众生的口 数一数 数一数 诶 怎么搞的 度了半天啊众生还是那么多 还是没众生 他本来发愿啊 就是众生要度尽的 地藏和菩萨也是一样啊 低意要空啊 半世音菩萨很慈悲啊 他要把众生度尽 结果看了半天啊 结果看了半天啊 众生还是那么多 也没有减少 他就很累 感觉很累 他以前有讲过 就是说要把众生度尽 众生始终度了半天啊 众生还是众生 也没有度尽 而且众生也好像没有少 反而还增多了 还增加了 你知道我们去坎波利亚 上回去坎波利亚 坎波利亚有一个这个洞里沙府 洞里沙府 那湖上有很多的水上人家 水上人家 都是船 船家 全部都是船 那夫妻结婚啊 一辈子都生活在船上 小孩子都生活在船上 那边坎波利亚是很落后的地方 柬埔山 很落后的地方 世界第二大淡水湖 就是洞里沙府 在坎波利亚 他人没有电视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生活在船上 不是变得 只剖尾 剖尾 然后背 背 背 是船 路 是床 threatened 拿牙 那人生活在床上 那怎么 我们就在想啦 在一个那么大的淡水湖 世界第二大的淡水菩薩,没有电视看,那晚上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生孩子啊,生孩子就是预乐啊,他们的预乐, 孩子就生了很多,怪不得观世音菩萨度不完。 他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讲笑话,在以前啊, 在那个台湾的松山机场的周围的那些住家, 桃园机场周围的住家,生意力比较高,因为早上很早, 飞机就降下来飞上去,降下来飞上去, 就把这个夫妇啊,就给他吵醒, 他吵醒呢,没有事情可以做啊, 没有事情可以做怎么办呢?那就生孩子了, 所以那边的生意力,生意就比较高一点, 像洞里沙福那些水上文家, 越生越多怪不得观世音菩萨,没有办法度啊。 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 当时不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就叫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又叫观音菩萨呢? 因为唐朝的时候李世民啊,李世民有一个世日啊, 他的名字啊,都不让人家轻换, 连观世音菩萨都不可以轻换他, 所以才叫观音菩萨, 那个世就拿掉了, 因为李世民啊,唐朝李世民啊, 就把那个世拿掉, 其实人防怎么比得上菩萨呢? 就是世人无知啊, 对不对?观世音就是观世音, 怎么可以把世拿掉, 变成观音菩萨? 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看了半天, 人还是那么多,怎么办啊? 还没办法想, 他说阿松啊, 佛不渡众生啊, 这个念头产出了, 产生出来就犯三灭雅劫, 就犯三灭雅劫, 你们像你们出家,出家, 突然间有一天讲说, 我刚刚从那边走过去, 那边写作结婚吧, 然后写作这个喜丙大王, 那边有一个结婚吧, 什么喜丙, 要做喜丙, 你买喜丙, 叫你结婚, 赶快去做喜丙, 那像我们现在出家的和尚, 本来有出离心很重的, 一看到结婚吧, 玩书吧, 玩书吧, 出家过得很累, 玩书吧, 花花世界, 还可以结婚, 多好, 好, 这个就犯了, 当初你出家的三灭雅, 你出家了, 我在上面讲, 你们是不是志愿遵守, 借力而不犯呢? 台下人讲, 是, 发自内心, 一问一答, 就是借力啊, 就是三灭雅, 你凡俗, 就是翻来三灭雅, 好好在人间修行也可以啦, 因为有时候啊, 出家也不一定能够修正啦, 在家也可以修正, 平等, 那段世音菩萨一下子说, 累了, 不度众生了, 他当初他发的愿, 马上头破, 这个七分, 头破七分, 就整个头裂掉, 身体散开, 就, 就化为啊, 等于是说, 他本来是观世音菩萨, 一犯了三灭雅, 头破七分, 身体肢结全部断掉, 就变成粉碎, 那他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 他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悲律, 观世音菩萨, 他把头破七分, 全身肢结断裂, 躺在那里, 阿弥陀佛就来了, 就帮他, 帮他把这个, 这个头啊, 头骨啊, 再把他整合起来, 把他的手啊, 整合起来, 把他的身子整合起来, 把他的这个, 这个手脚, 一切通通都整合起来, 那时候就念了一个咒, 就是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佛阿弥陀佛, 念了这个咒以后了, 观世音菩萨, 他马上就恢复原来的, 这个千手千眼, 一千只手, 一千只眼, 因为他眼睛也是, 两个眼睛也是散落一地啊, 把他, 接接接接接, 接得不好, 就接成一千个眼, 接接接接接, 接他的手啊, 断的手, 把他接接接接, 就接成一千只手, 一千只眼, 最上面就是, 本尊阿弥陀佛的头, 底下呢, 有十个头, 一共有十一个头, 十一个头, 有一千只手, 一千只眼, 因为念了, 大悲陀罗宁座的眼睛, 这个时候的观世音菩萨, 跟以前的观世音菩萨不同, 运货, 因阿弥陀佛的佛力本身的加持, 因佛德佛, 他变成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当初的时候啊, 阿弥陀佛是给他, 念了大悲咒, 大悲陀罗宁座, 以这个咒的力量, 让他化身成为, 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当初的时候啊, 观世音菩萨, 只是十地菩萨当中的, 这个前面几地而已, 因为他有十一层头, 最上面是佛, 那有十一层, 十一层, 就等于到了等觉, 已经成佛了, 等觉妙节了, 十一地就等于是佛啦, 十地里面都是菩萨, 十一地就是佛, 他一下子就到了十一地, 十一地最顶上的就是阿弥陀佛, 底下的就是十地菩萨, 十地刚好十一地, 他的果地啊, 就到了十一地, 就等于是佛啦, 那他的这个,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阿托洛尼的法的音源, 就是这样子, 因佛得福, 因佛, 因佛, 他因为他实在觉得度众生, 其实, 我告诉大家, 真正大策大悟的人, 知道, 众生是度不尽的, 可见那个时候, 都关心菩萨, 还没有开悟人心, 他以为众生可以度尽, 众生其实是不可思议, 是度不尽, 众生是因为成就佛菩萨, 成就佛, 成就菩萨, 成就阿罗汉, 他才显化众生, 来成就佛菩萨, 你如果开悟的人就知道, 众生是度不尽的, 西雅图彩虹雷藏寺, 连身法王主持护魔法会, 欢迎您报名参加, 并且收看网路直播, 详情请洽,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各位观众, 《连身法王》在新书中提到, 在这个地水火风不定有灾的时代, 我们可多持大救难咒, 救度灾结, 超拔亡灵, 协助家园重建, 营养养力, 并请您多多参与真佛宗客道场的法会, 详情可参阅真佛报, 或洽询台湾雷藏寺,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当代法王作家卢盛雁文集, 已进入第230册了,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 敬请期待卢盛雁最新著作, 又一番离过, 详情景点,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